95岁英国女王家的糟心事不少 儿子孙子或多或少都出过各种奇奇怪怪的状况 每每都需要90多岁的女王来收拾烂摊子 不过欣慰的是 英国王室的新兴一代很暖心 尤其是6岁的夏洛特公主 她年纪虽然小 却颇受民众关注和喜爱 这都和虎妈凯特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并且夏洛特也是女王曾孙一辈中长得最像她的 不光是长相 连性格也非常相似 所以说讨女王喜欢也是正常 毕竟谁看到一个缩小版的自己能不欣喜若狂呢 2020年 女王还在线上和菲利普亲王一起给夏洛特公主过生日 这在曾孙一辈也是头一份的宠爱 并且在夏洛特生日当天 她还在母亲的帮助下煮了意大利面 为一些孤寡老人送了过去 那些老人看到夏洛特公主手中拿的意面非常欣慰 才五岁的夏洛特就开始热衷于慈善事业 这一点和奶奶戴安娜非常相似 夏洛特能这么讨人喜欢 和她有个对她既严格要求 又会寻寻善幼的母亲是分不开的 凯特能够以一介平民之女嫁入王室 其智商 情商还有手腕都是一等一的 王室生活并不容易 女王作为一家之主 说一不二是她的准则 英王室存在很多古老刻板的规矩 在这里阶级意识十分严苛 而平民凯特能在英王室中 如鱼得水的生活 说明其适应能力非常强大 作为讲究贵族身份的王室 举手投足都是机器人一般 经过严密的彩排和计算 在这个大家族中生活 只要是其中一员 无论年纪大小 无论身份高低 都需要遵守相关的规矩 凯特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并不是放任自留 而是在女儿遵守规矩的同时 适当给予她孩童的天真和快乐 曾经凯特独自一人带着乔治和夏洛特 她不得不穿着高跟鞋和裙子追娃 虽然不容易 不过凯特也是甘之如頤 她和戴安娜一样都是好母亲 在29岁前 戴安娜也曾经参加小哈里学校的活动 人民的王妃 戴安娜光着脚丫 穿着裙子在操场上 和其他家长一样奋力奔跑 那时候的戴安娜浑身上下散发着母爱的光芒 十分迷人 众所周知 英王室的规矩极多 只要在外 女性都需要穿上外套 即便是炎热的天气 也需要保持仪态 强行忍受 王室成员所收到的礼物 需要交给女王审核 没有自我的选择权利 2019年 当时不过四岁的夏洛特公主 收到了来自小粉丝的礼物 这一天是传统的圣诞节游行 所有王室成员都会出席 四岁的夏洛特也毫不例外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出席这样盛大的活动 道路旁的民众无不在热情欢呼 尤其在看到活泼可爱的夏洛特后 情绪更是高涨 夏洛特在英国民众中呼声很高 有点像当年的戴安娜 那天 小公主穿着墨绿色的毛泥外套 黑色的小皮靴 夏洛特脸上有些羞涩和紧张 她紧紧地拉住妈妈的手 害羞的小表情太可爱了 不过在看到热情的民众后 她马上就不紧张了 还会主动地露出笑容 小酒窝可超人喜欢了 真的让人忍不住想捏一下 她的肉嘟嘟的小脸蛋 由于小公主很受民众喜爱 甚至还拥有爱称夏宝 为了表达喜爱 民众自发为小公主准备了礼物 有准备粉色的火炼鸟气球 最为特别的是一个来自六岁小男孩的礼物 因为她手捧一束玫瑰花 小男孩叫做詹姆斯 她面对可爱的小公主 很想将手中的鲜花送给她 可能是因为人群众多 所以显得很羞涩 但在妈妈的鼓励下 她勇敢地将鲜花送给可爱的公主了 没想到夏洛特居然拿着花不愿意撒手 对于送礼物的人 这应该是最欣慰和快乐的了 小公主见到这些礼物 完全舍不得撒手 尤其是小男孩准备的鲜花 因为玫瑰是凯特的最爱 也许是为了妈妈 所以小公主很是喜欢 不得不说 詹姆斯是花了心思的 但是按照规定 鲜花和礼物是要交给工作人员 但小公主喜爱非常 仅仅拿着不肯撒手 小脸上的倔强执着 简直神似奶奶戴安娜 直到妈妈前来调节 小公主最终可以拿着 自己挚爱的鲜花走一路了 凯特对于小公主的这种行为表示理解 会照顾小孩子的情绪 但在一些严肃的场合 凯特又是端庄而严厉的 在游行结束之后 就需要聆听女王的圣诞演讲 在女王做完演讲之后 女王会离开 而作为王室成员需要目送女王的背影 并且要行屈膝礼 但是在此时的夏洛特似乎是在神游 毕竟一个刺碎的小孩子 也很难让她一直集中注意力 在这样枯燥乏味的演讲上面 站在女儿旁边的凯特 意识到女儿在神游的时候 她立刻用脚小心地踢了女儿 以此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在得到妈妈的提醒后 小公主马上就对着太奶奶的背影 行屈膝礼 只见她提起外套的一脚 右脚置于左脚后面 屈膝行礼 虽然没有妈妈那么优雅 但是又含有孩童的天真自然 要知道 夏洛特在两岁的时候 凯特就教过她行屈膝礼了 这在王室成员中 绝对算是非常早的 凯特每次行屈膝礼 也是端庄大方 同样出身平民的梅根 行起屈膝礼来 就显得非常小家子气 论礼仪 演员出身的梅根 可真的比不上 周里凯特 这只是一件小事 不过可见王室的孩子 并非那么自由 他们需要遵守各种繁杂的礼仪 也许正是因为王室身份的枷锁 凯特作为虎妈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做到最好 只是希望在出席大活动的时候 不必出丑 不会受到苛责 不过他可能也没有想到 女儿能这么受欢迎 毕竟肉糊糊 可爱软萌的娃娃 谁不爱呢 凯特虽然是普通家庭出身 面对阶级差距巨大的王室 他力求完美 他的追爱经历 其实也是非常艰辛的 凯特和威廉相爱十年 分手三次 最终威廉才娶了凯特 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 凯特是一个很有想法和尊严的女子 所以她才能在复杂的王室如鱼得水 和曾经的戴妃不一样 她更坚韧 戴妃初入王室不过十九岁 此时心智不成熟 内心还是个孩子 而威廉在经父母婚姻的悲剧后 也学会理解和相爱 凯特很幸运 她遇到的是成熟理智的威廉 包容善良的丈夫 凯特用了十年的青春 陪伴着威廉长大 她让一个自幼缺少父亲的爱 又丧母的威廉 变得开朗大方起来 因为父母亲婚姻的不幸 威廉曾一度恐婚 不过好在她遇到了凯特 现在的威廉再也不是那个十五岁 在母亲葬礼上的小可怜了 她现在是英国王室第二顺位继承人 三个孩子的父亲 凯特的丈夫 最后让我们祝愿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以及他们三个可爱的孩子 幸福快乐吧 最后让我们祝愿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最后让我们祝愿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最后要不幸福快乐 最后是在 deine五岁